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了 還是一支人在玩滑板 叫我們怎麼睡覺休息 那個惡夢要什麼時候 才可以停止 晚上十點多 基隆市光一路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橋下的極限運動場 還有人群聚集溜滑板 巨大的聲響讓附近居民幾乎無法休息 居民不滿地表示 已經向警方檢舉過無數次 還是沒有用 從下午開始一直溜 溜到晚上12點 你們一座可以去一分局問110 一年為了這個地方 我們報案報了幾次 220次 警察來了 他們也不管就坐在那邊 警察走了他們又開始 冰冰蹦蹦 你們要跳 我們要休息 對不對 一座你如果有那麼多經費 你為什麼不自助在基層建設 你來弄這個幹什麼 當地光滑里里長陳世鋒也趁著金融市議員 提起王省之舉辦的會刊現場表達居民的心聲 反對金融市政府在花錢整修極限運動場 甚至希望能儘速遷走 我們是常常接到1999跟這邊住屋的反應 因為滑板我們不是請他們不要滑板 是因為他們滑板滑到11、2點 然後1、2點還在滑 那個聲音 知道那個聲音 這邊的住屋沒有辦法睡覺 我是希望說把滑板場遷移到室內 不要在這邊 這邊的話會影響到很多居民的睡覺 在得知居民興盛後 原本希望協助滑板協會爭取整修的 鄭文廷及王省之也認為 金融市政府的確需要檢討 極限運動場設置在這裡到底適不適宜 這個涉及到就是這個場地 設置在這個地方是否恰當的一個問題 如果說不恰當的話 我們也希望在年限到了以後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 這個簽建的一個動作 那事實上大家也知道 這個地方其實是屬於住宅區跟商業區 所以如果說要把這樣的一個 極速的運動設施放在這一個地方 是否恰當恐怕也需要再做一個檢討 現在看起來是這個橋下的滑板的場地 看起來是從107年到108年之間 就已經開始正式使用 但是發現到比較大的問題是使用 開始使用之後 附近的居民其實會因為 夜間的活動聲量太大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抱怨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要透過 場地的改建 或者是場地的移植 或者是在時間空間的管理上 再次加強 這個部分恐怕還需要 要再做比較仔細的討論 主管的金融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方面表示 這一處2018年正式啟用的多功能休閒運動場 是由中央補助1400萬經費興建 都發處方面將進行滾動式檢討 確認未來有沒有將滑板場遷移的可能性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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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